市政府社会处在安乐区赋佑馆三楼成立的安乐托婴中心正式接牌启用 市长林又昌、议长宋伟丽以及各区的市议员们和安乐区里长都来参加 并且参观委外由晴天协会办理的托婴中心情况 到目前为止已经收拖25名左右0到2岁的幼童 还有20个左右受托儿童的名额 市长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前来报名 并且表示未来也将在各区规划托婴中心服务市民 那这个托婴中心的一个收容的一个容量是45位 那现在已经收了将近27位左右 所以还有一些名额也欢迎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大家能够安心的把小朋友送到这边来 那也让大家可以安心平平安安的去工作 那我想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资源 希望在更多的一个地方 在各区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托婴中心 来服务更多需要服务的我们的市民 议长宋伟丽和议员们则希望市政府在短期内 先规划弹性延长每天幼童受托的时间 方便在外县市上班的民众 那么希望说往后能够多增加每一区 至少要有一家的托婴中心 让我们的年轻的年轻的好朋友们 大家结了婚之后不必烦恼说 我们今天小孩生下来要托谁带托谁带 托婴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延长到八点 因为现在都在外县市上班 回到基隆的话有时候都因为堵车的关系 所以会到八点 因为目前他们都是到六点 六点半 最晚是六点半为止 看到小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市长林又昌 议长宋伟丽和议员们也顺道 参观隔壁适合2到6岁的安乐托育资源中心 除了和家长们闲话家常了解民众需求之外 也和小朋友家长和老师玩在一起 突然变成林家的叔叔伯伯阿姨阿公阿嬷 大家都恢复童真 玩得很高兴 市长议长和议员们也仔细听取 托育资源中心的简介以及设备 对于安乐托育中心 可以和托育资源中心结合在一起 让民众运用都觉得相当不错 记者吴俊松 基隆采访报导 春天就下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 比比BB比较好 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